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薄饼的馅料有各种营养丰富的蔬菜 如生菜 胡萝卜 白萝卜和蟹肉等 薄饼的馅料分量很多 薄饼有两种口味 就是油炸的和普通的 和润饼一样 薄饼也是做成椭圆形的 原来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薄饼 像碗一样的薄饼 这里几乎每一家都是受卖 缅烂的特色美食 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一家 好像特有名的薄饼店 跟我一起进去看吧 你好 阿姨 你好 你好 刚才我路过的时候 看到你这家是不是卖薄饼的 薄饼 那除了卖薄饼的话呢 这里还有售卖其他的什么美食 有 卖面 米粉 还有那个大二子是什么呢 瓜菜饭 瓜菜饭 那阿姨 其实那个薄饼 是缅烂的一个特色 缅烂的 缅烂的 那阿姨 我可以看一下你怎么做吗 可以 我来做 那阿姨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做薄饼 那这个都是它的那个馅料啊 有血 有 我看到有那个 那个胡萝卜 胡萝卜 也是有虾 有虾 还有其他的豆 在哪部分不同呢 什么的放 它放那个 酸 哦 对对对 我们的没有 我们放那个什么 帮帮帮 叫做什么 哦 对对对对 我们在帮帮 你们是否知道 凉薯能替代糖的甜味 除了它的天然甜分 凉薯还为我们带来 每一口清脆的口感 对于女生来说 你们一定很高兴听到 如果吃凉薯可以美容哦 凉薯含有膳食纤维 维生素C 维生素E 和少量植物蛋白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那阿姨你可以教我怎么去包吗 可以这样 你看 这个葱头 越多越漂亮 越香 对 所以这其实是最传统的吃法 对 这个是肚团的 肚团的 要放这个姜 用豆浆做的 豆浆 这个用豆浆做的 这个用豆浆做的 那阿姨 我可以试看吗 可以 好 我先试看 你先咬一次 先咬 好 多数人家吃的就是不炸的 如果炸的比较没有健康 很好吃 这个更好吃 不是啊 很多人吃这个 这个是面粉是吧 面粉 很薄的面粉 对啊 很好吃 味道的有咸咸的 就是也有点 甜甜的 甜甜的 嗯 这个辣椒辣吗 阿姨 不会辣 嗯 我们再试看一口 用辣椒到底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放辣椒比较更好吃 更好吃 没有辣椒不好吃 嗯 那个辣椒酸酸的 像那个泰国式的辣椒 对啊 对啊 这叫什么呢 阿姨 嗯 如果我要点的话 我要怎么点 沙拉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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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脆脆的 跟炸的可能有点像 对 如果这个呢 如果这个呢 能吃到那个脆片 可是我本人比较喜欢吃这个 不炸的 不炸的 味道比较香 比较好吃 而且那个面粉呢 特别薄 很好吃 对啊 如果这个呢 就会比较香一点 因为有炸的 有炸的 好 喜欢炸的就是吃这个 嗯 太好吃了 那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缅烂的薄饼 那接下来呢 我还要带大家去品尝其他缅烂式的特色美食 所以不要转台 健康美食 马上回来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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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好 那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品尝的是 美拉式的soto soto呢 也就是鸡汤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我直接带大家进去一起去品尝吧 李 riots S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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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池源自福建方言中的一种食物 草度 意思是含有香料的内盎 在印尼 Soto最早于 公元19世纪出现在佐娃岛的北海岸 就是一种有肉粹和内盪加汤水的食物 最早这种小生意是由华人开串的 除了是华人食物之外 索豆也受到印度饮食文化的影响 因为它会加上在印度咖喱中 常见的姜黄作为调味料 索豆不仅出现在小食堂或餐厅 不少人也会以手推车的形式 沿接叫卖索豆 鸡丁丁丁丁丁 那观众朋友们 我的勉兰区的缩头就已经上桌了 那你们能看得到 如果勉兰的缩头呢 它们的颜色会比较深 因为它们加上了烟奶 所以可能跟其他地区的鸡汤 会不太一样 这个烟奶味会比较重 正确的方式来吃这个缩头呢 其实要把汤淋到放上去 然后加点辣椒 还有加点炸土豆泥 加点鸡肉块 这样一大口吃进去 这样吃才美味 这个辣椒好辣 这是青辣椒 可是有那个 好像有加点青番茄 酥酥辣辣的 好爽口 来 我们现在试试这个牛肉 味道真的真的很香 你们真的能吃到 那个腌奶的味道 观众朋友们 你们知道梭朵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其中之一是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 所含成分有助于通过流汗 尿液等排出人体的废物 还可以防止肥胖 保持体液平衡 最大程度的减少脱水 并激活已现 哈绫 2 飞 A 他 费 ad 所以我所在的名字是不有的 我所在的设计之中 在学校的设计之后 但是我所在设计之后 所以在设计之后,我所在设计之后 所以在设计之后,从以前开始有评计的 是在设计之后,你学习了 学习 但是,如何能够到运动到运动的运动 所以在 Jakarta,我以前是做了一件事, 我以前是有了一件事, 我有了一件事, 是安ung的名字, 是安ung的, 你会找到一件事, 你再找到一件事, 你和我们的一件事, 就继续了一件事, 在1975年, 我第一次在Lawce, 到现在的一件事, 我们的一件事都在找人, 就吃了 吃了 吃了 可能有辣椒的味道 那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勉兰的鸡汤 肯定跟我们中国式的鸡汤不太一样吧 那这个味道不仅特别美味 而且它也拥有了好久的历史 那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呢 我还带大家去品尝 其他勉兰式的一些特色美食 所以大家先别转抬 来 这康美食马上回来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 到了勉兰肯定要平常 当地的特色美食 鸭米粉 但如果去不了勉兰怎么办呢 别担心 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那观众朋友们 现在在这第三个环节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 鸭米粉的店 那鸭米粉呢 在勉兰其实算是一个传奇的美食 如果看到鸭米粉呢 我就特别怀念起在勉兰吃的那些 鸭米粉真的是太好吃了 那现在在浙江呢 也是营业了有几十年了吧 我们直接点吧 所以我们也有更加的 产生的余生 产生的余生 已经成长了 这些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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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40年了 这已经是有优优的食物了 面拉米粉是面拉汤人间的一道特色菜 从1967年以来就广为人知 质地柔软的面粉加上酸软的鸭肉 然后再浆上肉汤 一道鲜味的食物就是油脂肠生了 鸭面粉的特性在于用多种的草药 熬煮的鸭肉 炒药不仅健康 也能去除鸭肉的腥味 上桌前先将米粉剩于碗内 然后将以煮熟的鸭肉片放入碗中 撒上炸蒜蓉 再加入少需芹菜和生菜 配上一碗熬煮鸭肉的汤 鸭肉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很容易消化 也是容易被人体吸收 鸭肉中所含的维生素B和维生素E 比其他肉类要多 能有效地预防脚气 神经炎和多种炎症 还具有抗衰老的功效 除此之外 鸭肉中还含有降维丰富的烟酸 它是构成人体内两种中药 辅酶的成分之一 对心肌梗塞等心脏病患者有保护作用 来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的鸭米粉 你看一下 哇 这个鸭肉真的一点都不吝啬 好多啊 而且还放了那个蒜蓉油 我们先搅拌 以前在米兰呢 在每一道街呢 都会找到这个鸭米粉 而且除了鸭肉之外呢 它们也是有那个鸡肉 因为可能鸭肉不是很多人都能吃 或者是喜欢吃的 我们先吃这个米粉吧 真的跟那个在米兰呢 吃的米粉一模一样 米粉很Q 味道呢也特别香 因为放了那个好多的蒜蓉油 这个汤呢 这个汤呢 在米兰呢有两种汤 一个呢就是那个鸭汁 鸭汤 有些呢还放了一些那个药材 所以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可是看个人的喜爱吧 如果我本人呢 是比较喜欢有药材的 因为这样喝起来呢 也会觉得会比较健康 太好吃了 这个鸭肉真的很嫩 因为它们也用了好久的时间 来烹饪这个鸭肉 在这里呢除了有鸭米粉之外呢 也有咖喱米粉 咖喱米粉也是在米兰的 其中一个特式美食吧 也算是传奇的了 那观众朋友们 这碗鸭米粉呢真的是 又香又美味 用了好多的食材 特别是那个药材汤 那观众朋友们呢 今天我们已经品尝到了 好多米兰的一些特色美食 真的好像把我带回了 在那个米兰的时刻 真的特别想再吃 多点米兰的特色美食 那可是今天的健康美食呢 太可惜就只能到治结束了 可是下次呢 我还会带大家去品尝 不同地区的一些美食 大家呢就不要忘记收看 每周日早上七点的健康美食 我们再会 请问您的主要 请订阅您的isu